這裡像是一座科技樂園 和小孩一般高的R2 D2在地面上滑行 外觀裝飾著科技感十足的精密儀器 一會旋轉 一會開合身上的機關 小朋友各個看得手舞足道 兩台外表怪異 但看似精密的平板車相互角力 努力把對方推翻在一旁 無人機透過擴增使徑的技術操作 輕巧地在各式各樣的障礙物中穿梭前進 甚至競速 這個人山人海的會場 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數千位科技愛好者聚集在這 參加一年一度為其一週的科技盛會 Campus Party集合公園創新大會 大會目的在匯集不同領域的創新技術與觀點 進行經驗交流 開發與研討 我們聯繫了國家的技術 通過學校的技術 我們將進行經驗 讓技術無關的社交流 都能夠現實 24小時的活動 吸引了數千名電腦愛好者 新興科學家 駭客及學生 來參加會議和研討會 一起探索並且分享想法 會場中有好幾張長桌子 桌上放置著螢幕 機械 工具 儀器等等 許多人正在利用這些東西 組裝電腦 機器人和無人機 我們很喜歡 跟人們 不需要學習和你一樣 或是工作一樣 但他們都在同樣的同樣 分享和學習 Campus Party 最初在1977年首次於西班牙舉辦 之後陸續擴展到墨西哥 美國 德國等歐美國國家 堪稱是現今最具創新性的創業聚會 每年度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才 有志創業者 投資人 企業買家 針對現今的科技開發 創新創業 數位娛樂等議題 匯集各界的技術觀點進行經驗交流 創新開發 今年的活動是第一次在阿根廷舉辦 吸引了大約5000人參加 這次活動內容包括人工智慧 擴增實境和大數據等相關的專題項目 深刻 Stu慧